6月10日晚上 周秀娜、鄭馨儀在銅鑼灣明珠城出席電影 《二九加一撒克宴》 通常出席的還有該片其他演員及劇組一般工作人員 在宴會期間 老闆準備了兩個蛋糕給周秀娜和鄭馨儀 預祝他們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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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讓人感到既驚喜又興奮 並邀一眾台前幕後同事一起切蛋糕 周秀娜及鄭馨儀在接受採訪時 均表示很懷念在巴黎拍戲的日子 讓他們感到特別難忘的是 曾经顶着寒冷在巴黎铁塔下看日落的美好画面 回忆 有啊 我们其实有去巴黎一起去拍 然后最大的回忆就是我们在巴黎铁塔面前 等那个日落 等我很久 他都不愿意落下来啊 但是很美很美很美 但是那个时候原来是很冷的巴黎 很像我们两个都在抖 对一直都在抖 就是不要大家以为很有戏 背面都在抖 有穿周秀娜近期拍戏时又扭伤了腿 问及伤势 她说是在拍动作片的时候不小心弄伤的 因为之前有旧伤 所以现在感到脚还是用不上力 对对对 为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因为拍戏 因为最近在拍一部动作片 然后就是因为穿高跟鞋 穿高跟鞋 扭到了 就扭到了 但是就是因为之前就换了 就就换 所以就刚要停下在镜头前面 打算摆一个很帅的pose的时候 我就不见了 因为倒下了 哈哈哈 嗯 对就扭到了 对 因为之前韧带受伤了 所以可能这个原因倒没有力 看来是一个人说的 看来是个人听咱们拍下来的